历代至上 第一章 亚当生赛特 赛特生以诺士 以诺士生该男 该男生玛勒列 玛勒列生亚列 亚列生以诺 以诺生玛土撒拉 玛土撒拉生拉麦 拉麦生挪亚 挪亚生陕寒亚福 亚福的儿子是戈灭 玛格 玛黛 亚丸 土巴 米社 提拉 戈灭的儿子是亚时基纳 迪法 托迦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利沙 踏施 基体 多丹 韩的儿子是古石 麦西 福 迦南 古石的儿子是西巴 哈菲拉 撒弗他 拉玛 撒弗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 迪旦 古石生宁禄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麦西生陆迪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 帕斯鲁西人 加斯陆西人 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式人 迦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贺 和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亚基人 西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并哈马人 闪的儿子是以兰 亚树 亚法萨 路德 亚兰 乌斯 库勒 基贴 米社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 沙列 哈萨玛菲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以巴路 亚比玛利 士巴 阿斐 哈斐拉 约巴 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闪生亚法萨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法勒 法勒生拉乌 拉乌生西路 西路生拿赫 拿赫生他拉 他拉生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 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其次是基达 雅德别 米比山 米什玛 杜玛 马萨 哈达 提玛 伊图 拿菲斯 基迪玛 这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 就是新兰 约山 米旦 米殿 伊什玛 舒亚 约山的儿子是士玛 底旦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 以福 哈诺 雅比大 以勒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 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 刘尔 耶乌施 亚兰 可拉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 阿姆 喜波 加坦 基纳斯 廷纳 亚玛利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 谢拉 沙玛 米撒 西尔的儿子是罗滩 硕巴 祭变 雅拿 底顺 以查 底山 罗滩的儿子是何利 何曼 罗滩的妹子是亭纳 硕巴的儿子是亚勒文 玛拿侠 以巴禄 士妃 阿南 祭变的儿子是亚雅 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底顺的儿子是哈 莫兰 伊士班 亦兰 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碧罕 撒帆 亚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 亚兰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下面 有比尔的儿子比拉 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 约巴死了 提曼地的人护山接续他做王 护山死了 彼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雅费德 哈达死了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 桑拉死了 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 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 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接续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依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弥撒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哈达死了 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 亚勒瓦族长 耶帖族长 亚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历代至上 第二章 以色列的儿子是刘汴 西缅 利魏 犹大 以萨加 西布伦 大尔 约瑟 汴亚敏 拿弗塔利 加德 亚瑟 犹大的儿子是尔 俄南 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 犹大的长子尔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是他死了 犹大的儿父塔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 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是辛利 以探 西曼 贾戈 大拉 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是亚干 这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连累了以色列人 以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 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密 蓝 基禄拜 蓝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长子以利亚 四子亚比拿达 三子士米亚 四子拿坦叶 五子拉带 六子阿贤 七子大卫 他们的姐妹是西鲁亚和亚比该 西鲁亚的儿子是亚比筛 约亚 亚撒黑 共三人 亚比该生亚玛撒 亚玛撒的父亲是以什玛利人一帖 西斯伦的儿子迦勒 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 阿苏巴的儿子是 耶社 硕霸 亚敦 阿苏巴死了 迦勒又娶以法他 生了霍尔 霍尔生乌利 乌利生比萨列 西斯伦正六十岁 娶了激烈父亲 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 马吉的女儿生了西哥 西哥生雅尔 雅尔在激烈地有二十三个成义 后来激树人和亚兰人 夺了雅尔的成义 并激纳和其乡村共六十个 这都是激烈父亲马吉之子的 西斯伦在迦勒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雅比亚给他生了雅师户 雅师户是提戈雅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耶拉密生长子兰 又生布拿、阿连、阿贤、亚西亚 耶拉密又取一妻名叫亚他拉 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长子兰的儿子是 马斯、雅敏、以杰 阿南的儿子是沙迈、雅大 沙迈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树 雅比树的栖名叫雅比孩 雅比孩给他生了雅伴和摩利 拿达的儿子是西列、雅变 西列死了没有儿子 雅变的儿子是以士 以士的儿子是士山 士山的儿子是雅来 沙迈兄弟雅大的儿子是 一帖、约拿丹 一帖死了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是 比勒、撒萨 这都是耶拉密的子孙 士山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 是埃及人 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 给他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萨巴 萨巴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利斯 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买 西斯买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马 耶拉密兄弟迦勒的长子米沙 是西福之祖 玛丽沙的儿子是西伯伦之祖 西伯伦的儿子是可拉 塔普亚 利肯 士马 士马生拉罕 是约干之祖 利肯生沙迈 沙迈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之祖 迦勒的妾以法生哈兰 摩萨 加谢 哈兰生加谢 亚代的儿子是利剑 约坦 基山 皮利 以法 沙亚福 迦勒的妾 马家生士别 特哈拿 又生迈马拿之祖 沙亚福 摩比拿 和基比亚之祖 是法 迦勒的女儿是 亚撒 迦勒的子孙 就是以法他的长子 护尔的儿子 记在下面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 伯利恒之祖 萨玛 伯加德之祖 哈勒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的子孙是 哈罗以 和一半 米努哈人 基列耶林的诸族 是以贴人 布特人 舒玛人 密来人 又从这些族中 生出索拉人 和以食陶人来 萨玛的子孙是 伯利恒人 尼陀法人 亚他律 伯约亚人 一半马拿哈人 索利人 合著亚比斯 众文世家的 特拉人 士米亚人 苏甲人 这都是基尼人 利甲家之祖 哈勒所生的 历代至上 第三章 大卫在西伯伦 所生的儿子 记在下面 长子 暗嫩 是 伊斯列人 雅西暖 生的 四子 但以利 是 加密人 雅比该 生的 三子 亚沙龙 是 基数王 达玛的女儿 玛加 生的 四子 亚东尼亚 是 哈吉 生的 五子 士伐提亚 是 雅比他 生的 六子 以特念 是大卫的 妻以格拉 生的 这六人 都是大卫 在西伯伦 生的 大卫 在西伯伦 做王 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 做王 三十三年 大卫 在耶路撒冷 所生的 儿子是 士米亚 朔霸 拿丹 索罗门 这四人 是 雅米利的 女儿 巴舒雅 生的 还有 伊侠 以利沙玛 以利法列 诺加 尼斐 亚非亚 以利沙玛 以利亚大 以利法列 共九人 这都是大卫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妹子 他妈 非平的儿子 不在其内 所罗门的儿子 是罗伯安 罗伯安的儿子 是亚比亚 亚比亚的儿子 是亚撒 亚撒的儿子 是约沙法 约沙法的儿子 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 是亚哈谢 亚哈谢的儿子 是约阿师 约阿师的儿子 是亚马谢 亚马谢的儿子 是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的儿子 是约坦 约坦的儿子 是亚哈斯 亚哈斯的儿子 是西西加 西西加的儿子 是马拿西 马拿西的儿子 是亚门 亚门的儿子 是约西亚 约西亚的长子 是约哈南 四子是约亚靖 三子是西底加 四子是沙龙 约亚靖的儿子 是耶哥尼亚 和西底加 耶哥尼亚费鲁 他的儿子 是撒拉铁 马基兰 皮大雅 士拿萨 耶加米 和沙玛 尼大比亚 皮大雅的儿子 是索罗巴伯 士美 索罗巴伯的儿子 是米苏兰 哈拿尼亚 他们的妹子 名叫士罗密 米苏兰的儿子 是哈书巴 阿黑 比利加 哈萨底 于沙西西 共五人 哈拿尼亚的儿子 是皮拉提 耶沙亚 还有利法亚的重子 亚尔南的重子 俄巴迪亚的重子 释迦尼的重子 释迦尼的儿子 是士玛亚 士玛亚的儿子 是哈图 以甲 巴利亚 尼利亚 沙法 共六人 尼利亚的儿子 是以利约乃 西西加 亚斯利干 共三人 以利约乃的儿子 是何大雅 以利亚石 皮莱雅 阿古 约哈南 地莱雅 阿拿尼 共七人 历代至上 第四章 犹大的儿子是 法勒斯 西斯伦 加米 护尔 朔巴 朔巴的儿子 利亚亚生 亚哈 亚哈生 雅护买 和拉哈 这是索拉人的诸族 以坦之族的儿子是 耶斯列 伊施玛 伊德巴 他们的妹子名叫哈西勒波尼 基多之族是皮努伊勒 护沙之族是以谢尔 这都是伯利恒之族以法他的长子护尔所生的 提哥雅之族 雅师护有两个妻子 一名希拉 一名拿拉 拿拉给雅师护生 雅护萨 西福 提米尼 哈霞斯塔利 这都是拿拉的儿子 希拉的儿子是 喜列 索霞 伊提南 哥斯生亚诺索比巴 并哈伦儿子亚哈黑的诸族 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 意思说 我生他甚是痛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舒哈的弟兄 基律生米黑 米黑是伊诗屯之族 伊诗屯生 柏拉巴 巴西亚 并尔拿霞之族 提心拿 这都是利家人 基纳斯的儿子是 俄陀涅西莱亚 俄陀涅的儿子是 哈塔 敏诺泰生俄弗拉 西莱亚生 格夏纳辛人之族 约亚 他们都是匠人 耶弗尼的儿子是 迦勒 迦勒的儿子是 以路 以拉 拿安 以拉的儿子是 基纳斯 耶哈利勒的儿子是 西福 西法 提利 亚撒列 以斯拉的儿子是 一天 米列 以福 亚伦 米列 娶法老女儿 比提亚为妻 生米利安 沙迈 和以时提摩之族 一巴 米列又娶 由大女子为妻 生基多之族 雅列 搜戈之族 西伯 和 撒诺亚之族 耶古铁 和地亚的妻是 拿含的妹子 她所生的儿子是 加米人 基伊拉 和 马加人 以时提摩之族 世门的儿子是 安嫩 林拿 便哈南 提伦 以氏的儿子是 缩黑与便缩黑 犹大的儿子是 世拉 世拉的儿子是 利家之族 尔 玛丽莎之族 拉大 和属 雅什比族 知细麻布的各家 还有 约静 戈西巴人 约阿师 萨拉 就是在 摩押地 掌权的 又有 雅书比利恒 这都是古诗所记载的 这些人都是 姚将 是 尼他印 和 基迪拉的居民 与 王同储 为王做公 西缅的儿子是 尼姆利 雅敏 雅利 谢拉 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 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 米比山 米比山的儿子是 米施马 米施马的儿子是 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 撒克 撒克的儿子是 世美 世美有 十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他弟兄的儿女不多 他们各家 不如犹大族的人兵增多 西缅人住在 别士巴 摩拉大 哈萨舒亚 毕拉 以森 陀拉 彼土利 荷尔玛 喜格拉 伯玛加伯 哈萨苏撒 伯比利 沙拉因 这些成义 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 都是属西缅人的 他们的五个成义是 以坦 雅因 临门 陀建 雅山 还有蜀城的乡村 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的住处 他们都有家谱 还有 米索巴 雅米勒 雅马歇的儿子 约沙 约尔 约士比的儿子 伊护 约士比是西莱雅的儿子 西莱雅是雅靴的儿子 还有以利约乃 雅哥巴 约术海 雅帅雅 雅底叶 耶西密 比拿雅 是非的儿子西撒 是非是雅龙的儿子 雅龙是耶大雅的儿子 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 申利是士玛雅的儿子 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组长的 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 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 寻找木放羊群的草场 寻得肥美的草场地 又宽阔又平静 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路鸣的人 在犹大王西西加年间 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 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 将他们灭尽 就住在他们的地方 直到今日 因为那里有草场 可以募放羊群 这西缅人中 有五百人上西尔山 率领他们的是 已士的儿子皮拉提 尼利亚 利法亚和乌靴 杀了逃脱 剩下的亚玛利人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历代至上第五章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刘便 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 只是按家谱 他不算长子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君王也是从他而出 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以色列长子 刘便的儿子是 哈诺 法路 西斯伦 加米 约尔的儿子是 士玛雅 士玛雅的儿子是 哥格 哥格的儿子是 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 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 利亚雅 利亚雅的儿子是 巴利 巴利的儿子是 贝拉 这贝拉做 流变之派的首领 为亚述王 提格拉皮尼瑟 掳去 他的弟兄 照着宗族 按着家谱 做族长的事 耶利 撒加利亚 比拉 比拉是亚撒的儿子 亚撒是士玛的儿子 士玛是 约尔的儿子 约尔所住的地方 是从亚罗尔 直到尼波和巴利免 又向东 沿到 伯拉河这边的旷野 因为他们在 激烈地 牲畜增多 扫罗年间 他们与夏甲人 争战 夏甲人 倒在他们手下 他们就在 激烈东边的全地 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 加德的子孙 在流遍对面 住在巴山地 沿道 撒加 他们中间 有座族长的 约尔 有座 副族长的 沙帆 还有 雅乃 和住在 巴山的 沙法 他们族弟兄是 米加勒 米书兰 士巴 约赖 雅干 西雅 西伯 这都是雅比海的儿子 雅比海是 护利的儿子 护利是 耶罗亚的儿子 耶罗亚是 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 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 耶士塞的儿子 耶士塞是 耶哈多的儿子 耶哈多是 布斯的儿子 还有 古尼的孙子 雅比迭的儿子 雅西 这都是 做组长的 他们住在 基列与 巴山 和巴山的 乡村 并沙伦的 郊野 直到 四围的 交界 这些人 在 犹大王 约坦 并在 以色列王 耶罗波安 年间 都 载入 家谱 流遍人 加德人 和 马拿西 半支派的人 能拿 盾牌和 刀剑 拉弓射剑 出征 善战的 勇士 共有 四万 四千七百六十名 他们 与 夏甲人 伊突人 拿菲 诗人 挪达人 争战 他们 得了 神的 帮助 夏甲人 和跟随 夏甲的人 都交在 他们手中 因为 他们在 镇上 呼求神 依赖神 神就 应允 他们 他们 掳掠了 夏甲人 的 牲畜 有 骆驼 五万 羊 二十五万 驴 二千 又 有人 十万 敌人 被杀 扑倒的 甚多 因为 这 征战 是 出乎 神 他们 就 住在 敌人 的 地上 直到 被掳 的时候 马拿西 半支派的人 住在 那地 从 巴山 沿到 巴利 黑门 士尼 尔 与 黑门 山 他们的组长是以福 以士 以列 亚斯列 耶利米 和达威亚 雅迭 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有名的人 也是做组长的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 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 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 故此 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 他们就把流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 半支派的人 录到哈拉 哈勃 哈拉 与戈萨河边 直到今日 还在那里 历代至上 第六章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 哥侠 米拉利 哥侠的儿子是 暗南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暗南的儿子是 亚伦 摩西 还有女儿米利安 亚伦的儿子是 拿达 亚比书 以利亚撒 以他玛 以利亚撒生 菲尼哈 菲尼哈生 亚比书 亚比书生 布基 布基生 乌西 乌西生 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生 米拉约 米拉约生 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 亚西图 亚西图生 撒都 撒都生 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 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 约哈南 约哈南生 亚撒利亚 这亚撒利亚在 所罗门与耶路撒冷 所建造的殿中 共祭司的职分 亚撒利亚生 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 亚西图 亚西图生 撒都 撒都生 沙龙 沙龙生 希勒家 希勒家生 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 西来亚 西来亚生 约撒达 当耶和华 借尼布 贾尼撒的手 掳掠 犹大和 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约撒达 也被掳去 立位的儿子是 格顺 戈侠 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 名叫利尼 世美 格顺的儿子是 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是 莫利 母士 这是按照 立位人宗族分的各家 格顺的儿子是 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 雅哈 雅哈的儿子是 新马 新马的儿子是 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 伊多 伊多的儿子是 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 耶特赖 哥俠的儿子是 雅米拿达 雅米拿达的儿子 是 可拉 可拉的儿子 是 雅西 雅西的儿子 是 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 是 伊比亚撒 伊比亚撒的儿子 是 雅西 雅西的儿子 是 塔哈 塔哈的儿子 是 乌烈 乌烈的儿子 是 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 是 少罗 以利加拿的儿子 是 亚马赛 和 雅西摩 雅西摩的儿子 是 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 是 索菲 索菲的儿子 是 拿哈 拿哈的儿子 是 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 是 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 是 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 是 撒姆尔 撒姆尔的长子 是 约尔 次子 是 雅比亚 米拉利的儿子 是 莫利 莫利的儿子 是 利尼 利尼的儿子 是 士美 士美的儿子 是 乌萨 乌萨的儿子 是 士米亚 士米亚的儿子 是 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 是 亚帅亚 约贵 安设之后 大卫派人 在耶和华殿中 管理歌唱的事 他们就在 会目前 当歌唱的差 即使 所罗门 在耶路撒冷 建造了 耶和华的殿 他们便 按着 班次 供职 供职的人 和他们的子孙 记在下面 歌侠的子孙中 有歌唱的 西曼 西曼是 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 撒姆尔的儿子 撒姆尔是 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 耶罗汉的儿子 耶罗汉是 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 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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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 马哈的儿子 马哈是 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 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 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 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 西凡亚的儿子 西凡亚是 塔哈的儿子 塔哈是 亚西的儿子 亚西是 以比亚撒的儿子 以比亚撒是 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 以斯哈的儿子 以斯哈是 戈匣的儿子 戈匣是 利位的儿子 利位是 以色列的儿子 西曼的族兄 亚撒是 比利加的儿子 亚撒在 西曼右边供职 比利加是 士米亚的儿子 士米亚是 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 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 马基亚的儿子 马基亚是 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 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 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 以探的儿子 以探是 辛玛的儿子 辛玛是 世美的儿子 世美是 亚哈的儿子 亚哈是 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 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 米拉利的子孙 在他们 左边供职的 有以探 以探是 基士的儿子 基士是 亚伯底的儿子 亚伯底是 马路的儿子 马路是 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 是 亚马谢的儿子 亚马谢是 希勒加的儿子 希勒加是 岸西的儿子 岸西是 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 沙迈的儿子 沙迈是 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 母士的儿子 母士是 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 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 利位人 也被派 办神殿中的 一切事 亚伦和他的子孙 在梵祭坛和香台上 献祭烧香 又在至圣所 办理一切的事 为以色列人赎罪 是照神仆人摩西 所吩咐的 亚伦的儿子 是 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 是 菲尼哈 菲尼哈的儿子 是 雅比书 雅比书的儿子 是 布基 布基的儿子 是 乌西 乌西的儿子 是 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 是 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 是 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 是 亚西突 亚西突的儿子 是 撒都 撒都的儿子 是 亚西 玛斯 他们的住处 按着境内的迎债 记在下面 哥侠族亚伦的子孙 先援救得地 在犹大地中得了西伯伦和四维的交也 只是蜀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得 亚伦的子孙得了桃城西伯伦 又得了利拿与其交也 亚提尔以什提默与其交也 西伦与其交也 底壁与其交也 亚山与其交也 博士迈与其交也 在汴亚敏支派的地中得了迦巴与其交也 阿勒密与其交也 亚拿突与其交也 他们诸家所得的城共十三座 哥侠族其余的人又年旧 在马拿西伴支派的地中得了十座城 格顺族按着宗族在以撒加支派的地中 亚舍支派的地中 拿佛塔利支派的地中 巴山内马拿西支派的地中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利族按着宗族年丘 在流汴支派的地中 加德支派的地中 西布伦支派的地中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交也 给了立位人 这以上路名的城 在犹大西缅 汴亚敏三支派的地中 以色列人拈旧给了他们 哥侠族中 有几家在以法连支派的地中 也得了诚意 在以法连山地 得了陶城世剑与其交也 又得了基瑟与其交也 约缅与其交也 伯和伦与其交也 亚亚伦与其交也 加特临门与其交也 哥侠族其余的人 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亚乃与其交也 比莲与其交也 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巴山的戈兰与其交也 亚斯塔路与其交也 又在以法连加支派的地中 得了基蒂斯与其交也 大比拉与其交也 拉末与其交也 拉末与其交也 亚年与其交也 在亚瑟之派的地中 得了马沙与其交也 亚顿与其交也 库哥与其交也 利和与其交也 在拿福塔利支派的地中 得了加利利的基蒂斯与其交也 哈门与其交也 基列亭与其交也 还有米拉利族的人 在西部伦支派的地中 得了林摩诺与其交也 塔伯与其交也 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 在流汗支派的地中 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交也 亚哈萨与其交也 基底墨与其交也 米法亚与其交也 又在加德支派的地中 得了基列的拉莫与其交也 马哈念与其交也 西石本与其交也 亚谢与其交也 历代至上第七章 以撒迦的儿子是 陀拉 普瓦 亚树 申伦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 利法亚 耶勒 亚买 易博散 士姆利 都是陀拉的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到大魏年间 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是 米加勒 俄巴迪亚 曰尔 伊士雅 伊斯拉共五人 都是族长 他们所率领的 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 共有36,000人 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 他们的族弟兄 在以撒迦各族中 都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共有87,000人 汴亚敏的儿子是 彼拉 彼杰 耶迭 共三人 彼拉的儿子是 以斯本 乌西 乌靴 耶利摩 以利 共五人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 共有22,034人 彼杰的儿子是 西米拉 约阿施 以利以谢 以利约乃 岸利 耶利摩 雅比亚 亚拿图 亚拉灭 这都是彼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 耶迭的儿子是 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是 耶乌施 汴亚敏 以乎 吉拿拿 西坦 他师 亚西沙哈 这都是耶迭的儿子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子孙 能上阵打仗的 共有17,200人 还有伊尔的儿子 书品 互品 并亚黑的儿子 护身 拿弗塔利的儿子 是 亚靴 姑尼 耶瑟 沙龙 这都是毕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 亚斯列 是他妾 亚兰人 所生的 又生了 激烈之父 马吉 马吉娶的妻 是 护品 输品的妹子 名叫 马家 马拿西的次子 名叫 希罗菲哈 希罗菲哈 但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 马家 生了一个儿子 其名叫 皮利斯 皮利斯的兄弟 名叫 施利斯 施利斯的儿子 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 是笔蛋 这都是 激烈的子孙 激烈是 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 马拿西的儿子 激烈的妹子 哈摩利吉 生了 伊什河 雅比以谢 马拉 士米大的儿子 是 雅县 士剑 利克西 阿尼安 以法连的儿子 是 舒提拉 舒提拉的儿子 是 比列 比列的儿子 是 他哈 他哈的儿子 是 以拉大 以拉大的儿子 是 他哈 他哈的儿子 是 撒拔 撒拔的儿子 是 舒提拉 以法连 又生 以谢 以烈 这二人 因为下去 夺取 加特人的牲畜 被本地的 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 以法连 为他们悲哀了多日 他的弟兄 都来安慰他 以法连 与妻同房 他妻 就怀孕 生了一子 以法连 因为家里 遭祸 就给这儿子 起名 叫 比利亚 他的女儿 名叫舍伊拉 就是建筑上伯和伦 下伯和伦 与诬陷舍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 是 利法和利西 利西的儿子 是 塔拉 塔拉的儿子 是 塔罕 塔罕的儿子 是 拉旦 拉旦的儿子 是 雅米呼 雅米呼的儿子 是 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 嫩 嫩的儿子 是 约书亚 以法连人的地业 和住处 是 伯特利 与其村庄 东边 拿兰 西边 基瑟 与其村庄 世建 与其村庄 直到 加萨 与其村庄 还有 靠近 马拿西人的境界 伯善 与其村庄 塔纳 与其村庄 米吉多 与其村庄 多尔 与其村庄 以色列儿子 约瑟的子孙 住在这些地方 亚瑟的儿子是 因拿 伊什瓦 伊什伟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 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 西别 马杰 马杰是 比萨威的父亲 西别生 亚福乐 朔末 和坦 和他们的妹子 输养 亚福乐的儿子是 巴萨 宾哈 亚什法 这都是 亚福乐的儿子 朔末的儿子 是 亚西 罗加 耶护巴 亚兰 朔末兄弟 西连的儿子是 索法 因拿 施利斯 亚姆 索法的儿子是 舒雅 哈尼弗 舒阿勒 比利 因拉 比西 和德 山马 施沙 伊兰 比拉 一帖的儿子是 耶弗尼 皮斯巴 亚拉 乌拉的儿子是 亚拉 汉尼叶 利血 这都是 亚舍的子孙 都是族长 是精壮大能的勇士 也是首领中的头目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 能出战的共有 二万六千人 历代至上 第八章 汴亚敏的长子比拉 四子 亚什别 三子 亚哈拉 四子 挪哈 五子 拉法 比拉的儿子是 亚大 基拉 雅比乎 雅比书 乃曼 雅和亚 基拉 士福逊 护兰 以乎的儿子 做加巴居民的组长 被掳到马拿霞 以乎的儿子 乃曼 雅西亚 基拉 也被掳去 基拉生乌撒 亚西乎 沙哈连修他二妻护身和巴拉之后 在摩亚地生了儿子 他与妻赫德同房 生了约巴 西比亚 米沙 马拉干 耶乌斯 沙迦 米马 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 他的妻护身给他生的儿子 有雅比兔 有雅比兔 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是西伯 米山 沙迈 沙迈建立阿罗和罗德二城 与其村庄 又有比利亚和士玛 是雅雅伦居民的组长 是驱逐加特人的 雅西约 沙沙 耶利墨 西巴蒂亚 亚拉德 雅德 米加勒 伊什巴 约哈 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 米苏兰 西西基 西伯 伊什米莱 伊斯利亚 约巴 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雅金 西基利 沙迪 以利乃 喜乐泰 以列 亚大雅 比拉雅 申拉 都是适美的儿子 伊什班 西伯 以列 亚伯顿 西基利 哈南 哈拿尼亚 以兰 安陀提亚 伊弗迪亚 比努伊勒 都是沙沙的儿子 山士来 士哈利 亚他利亚 亚利西 以利亚 西基利 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在基变住的有基变的父亲 耶利 他的妻名叫玛加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基士 巴利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撒加 米基罗 米基罗生 士米安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 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米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 麦吉舒亚 雅比拿达 伊施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 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 皮敦 米勒 塔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 耶和阿达 耶和阿达生 亚拉密 亚斯玛威 辛利 辛利生 摩萨 摩萨生 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 拉法 拉法的儿子是 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 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 亚斯利干 波基路 以什玛利 士雅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兄弟 以社的长子是乌兰 四子耶乌师 三子是以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许多的子孙 共一百五十名 都是汴亚敏人 历代至上 第九章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 写在以色列诸王纪上 犹大人因犯罪 就被掳到巴比伦 先从巴比伦回来 住在自己地业成义中的 有以色列人 祭司 立位人 尼提宁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的有 犹大人 电亚敏人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泰 乌泰是亚米呼的儿子 亚米呼是安利的儿子 安利是因利的儿子 因利是巴尼的儿子 士罗的子孙中 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重子 谢拉的子孙中 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 共六百九十人 汴亚敏人中 有哈西鲁的曾孙 和达威亚的孙子 米苏兰的儿子撒路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伊比尼亚 米吉利的孙子 乌西的儿子 以拉 伊比尼亚的曾孙 刘尔的孙子 士法提亚的儿子 米苏兰 和他们的祖弟兄 按着家谱计算 共有九百五十六名 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组长 祭司中有耶大雅 耶和亚利 亚金 还有管理神殿 希勒加的儿子 亚萨利亚 希勒加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由马基亚的曾孙 巴士护尔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 又由亚地耶的儿子马赛 亚地耶是亚西西拉的儿子 亚西西拉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 米什利密是阴脉的儿子 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功的 利未人米拉约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亚的曾孙 亚历干的孙子 哈树的儿子士玛雅 有巴巴贾 黑勒斯 加拉 并亚萨的曾孙 希基利的孙子 米家的儿子 马探雅 又有耶杜顿的曾孙 加拉的孙子 士玛雅的儿子 俄巴底 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 亚撒的儿子 比利加 他们都住在 尼陀法人的村庄 守门的是沙龙 雅谷 达门 亚西曼 和他们的弟兄 沙龙为长 从前这些人 看守朝东的王门 如今是 立位营中守门的 可拉的曾孙 以比亚撒的孙子 可利的儿子沙龙 和他的族弟兄 可拉人 都管理使用之功 并守会墓的门 他们的祖宗 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 又把守营门 从前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管理他们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 是看守会墓之门的 被选守门的人 共有212名 他们在自己的村庄 按着家谱计算 是大卫和先见撒姆尔所派 当着紧要职任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 看守耶和华殿的门 就是会墓的门 在东西南北四方 都有守门的 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 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 这四个门领 都是立费人 各有紧要的职任 看守神殿的仓库 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 是因委托他们守殿 要每日早晨开门 立费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 按着树木拿出拿入 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索的器皿 并细面 酒 油 乳香 香料 祭祀中有人用香料做高油 立费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 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 他们族弟兄歌侠子孙中 有管理陈舍饼的 每安息日预备百列 歌唱的有立费人的族长 住在鼠殿的房屋 昼夜供职 不做别样的工 以上都是立费人著名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在鸡变住的有鸡变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名叫马家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基士 巴利 尼尔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撒加利亚 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尼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 麦基罗亚 雅比拿达 伊诗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皮敦 米勒 他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亚拉 亚拉生亚拉涅 亚斯玛威 新利 新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生利法亚 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 波基路 伊什玛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历代至上 第十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雅比纳达 麦基书亚 事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射伤甚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赐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赐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菲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 菲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 扑倒在基利波山 就拨了他的军装 割下他的手脊 打发人到菲利士帝的寺境 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 又将扫罗的军装 放在他们神的庙里 将他的手脊定在大滚庙中 激烈雅比人 听见菲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像树下 就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娇鬼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魏 历代至上第十一章 以色列众人聚集到西伯伦见大魏 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 做以色列的君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伯伦见大魏王 大魏在西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告大魏做以色列的王 是照耶和华借撒摩尔所说的话 大魏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 就是耶布斯 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 耶布斯人对大魏说 你绝不能进这地方 然而大魏攻取西安的宝障就是大魏的城 大魏说 谁先攻打耶布斯人 必做首领元帅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先上去就做了元帅 大魏住在宝障里 所以那宝障叫做大魏城 大魏又从米罗起 四围建筑城墙 其余的是约亚修里 大魏日渐强盛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以下记录跟随大魏勇士的首领 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 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 大魏勇士的树目记载下面 哈格摩尼的儿子亚硕班 他是军长统领 一时举枪杀了三百人 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伊利亚撒 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 他从前与大魏在巴斯达敏 菲利士人聚集要打仗 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 众民就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 击杀菲利士人救护了那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 进了亚杜兰洞见大魏 菲利士的军队在立法阴谷安营 那时大魏在山寨 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大魏可想说 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士人的银盘 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 拿来奉给大魏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的神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断不敢喝 如此大魏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约压的兄弟亚比筛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有贾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纳亚 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 又杀了一个埃及人 埃及人身高五肘 手里拿着枪 枪杆粗如织布的鸡肘 比纳亚只拿着棍子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刺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纳亚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做护卫长 军中的勇士 有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伯利恒人躲多的儿子伊勒哈南 哈利人沙玛 比伦人西利斯 提格亚人一级的儿子以拉 亚拿图人亚比以谢 护沙人西比该 亚和人以来 尼陀法人马哈来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西利 便亚敏族基比亚人历拜的儿子伊太 比拉顿人比拿亚 加什西人护来 亚拉巴人雅比 巴鲁米人亚斯玛弗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 鸡孙人哈申的重子 哈拉人杀鸡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杀甲的儿子亚西安 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 米基拉人西弗 比伦人亚西亚 加密人西斯罗 伊斯拜的儿子拿来 拿丹的兄弟约尔 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 亚门人喜乐 比路人拿哈来 拿哈来是给西路亚的儿子约亚拿兵器的 伊贴人以拉 伊贴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亚来的儿子撒拔 流遍人士撒的儿子亚地拿 他是流遍支派中的一个组长 率领三十人 马家的儿子哈南 弥特尼人约沙法 亚什塔拉人乌西亚 亚罗尔人和坦的儿子沙马 提起人深历的儿子 提起人深历的儿子 亚迭和他的兄弟约哈 马哈卫人以利业 伊利拿安的儿子 耶利拜 约沙未亚 摩押人伊特玛 以利业 俄贝德 并弥索巴人亚西亚 历代至上 第十二章 大魏因怕激世的儿子扫罗 躲在喜格拉的时候 由勇士到他那里 帮助他打仗 他们善于拉弓 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 都是遍牙闽人扫罗的族弟兄 为首的是雅西以谢 其次是约阿师 都是基比亚人士玛的儿子 还有雅司玛威的儿子耶勖和皮利 又由比拉加 并亚拿突人耶父 即便人以士玛雅 他在三十人中 是永世管理他们 且有耶利米 雅哈西 约哈南 和基德拉人 约萨巴 伊利乌塞 耶利摩 比亚利亚 士玛利亚 哈利福人 士法提亚 可拉人 以利加拿 耶西亚 亚萨列 约以谢 亚朔班 基多人 耶罗汉的儿子 尤拉 和西巴蒂亚 加德之派中 有人到旷野的山寨 投奔大魏 都是大能的勇士 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 他们的面貌 好像狮子 快跑如同山上的路 第一 以靴 第二 俄巴迪亚 第三 以利亚 第四 弥师玛拿 第五 耶利米 第六 亚太 第七 以利叶 第八 约哈南 第九 以利萨巴 第十 耶利米 第十一 莫巴奈 这都是迦德人中的军长 至小的能抵一百人 至大的能抵一千人 正月 约旦河水 掌握两岸的时候 他们过河 使一切住平原的人 东奔西逃 又有汴亚敏和犹大人 到山寨大魏那里 大魏出去迎接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若是 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 我心就与你们相弃 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 卖在敌人手里 愿我们列祖的神 查看责罚 那时 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 勇士的首领 亚马撒 他就说 大魏呀 我们是归于你的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帮助你的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 也都平安 因为你的神帮助你 大魏就收留他们 立他们做军长 大魏从前与 非力士人同去 要与扫罗征战 有些马拿西人 来投奔大魏 他们却没有帮助 非力士人 因为非力士人的首领 商议打发他们回去 说 恐怕大魏拿我们的首级 归降他的主人扫罗 大魏往喜格拉去的时候 由马拿西人的千夫长 亚拿 约萨巴 耶迪 米加勒 约萨巴 以利护 喜乐泰 都来投奔他 这些人帮助大魏攻击群贼 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 且做军长 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魏 以致成了大军 如神的军一样 预备打仗的兵来到西伯伦 见大魏 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魏 他们的数目如下 犹大之派 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 有六千八百人 西缅之派 能上阵大能的勇士 有七千一百人 立位之派有四千六百人 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 跟从他的有三千七百人 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 撒都 同着他的有族长二十二人 汴亚敏之派 扫罗的族弟兄也有三千人 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 以法连之派大能的勇士 在本族著名的有二万零八百人 马拿西半之派策上有名的 共一万八千人 都来历大魏作王 以色加之派有二百族长 都通达十五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西部伦之派 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 航武整齐不升二薪的有五万人 拿弗塔利之派有一千军长 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三万七千人 弹之派能摆阵的有二万八千六百人 亚瑟之派能上阵打仗的有四万人 约旦河东的流便之派 加德之派 马拿西半之派 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十二万人 以上都是能守航武的战士 他们都诚心来到西伯伦 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其余的人 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 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 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 靠近他们的人 以及以萨加、西部伦、拿弗塔利人 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 用驴、骆驼、骆子、牛驼来 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 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 历代至上第十三章 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 就是一切首领商议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世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 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立位人 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我们要把神的约会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会前求问神 全会众都说 可以如此行 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 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 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会运来 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 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 要从那里将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 一和华神留名的约会 他们将神的约会 从雅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乌萨和亚西约赶车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 在神前用琴、色、锣、鼓、号作乐 极力跳舞、歌唱 到了基顿的河场 因为牛失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约会 耶和华向他发怒 因他伸手扶住约会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面前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神 说 神的约会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将约会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神的约会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历代至上第十四章 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 又差遣使者和石将木将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 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 沙姆亚 沙姆亚 以利苏亚 以法列 挪加 尼斐 亚非亚 以利沙玛 比利亚大 以利法列 非利世人听见大卫受告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非利世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 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 非利世人来了 布散在利法阴谷 大卫求问神 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世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非利世人来到巴利皮拉辛 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 大卫说 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 非利世人将神像撇在那里 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 非利世人又布散在利法阴谷 大卫又求问神 神说 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世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地攻打非利世人的军队 从激变直到极色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 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历代至上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 那时大卫说 除了利位人之外 无人可抬神的约柜 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 且永远侍奉他 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 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位人 戈侠子孙中有族长乌烈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 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士玛雅和他的弟兄二百人 西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八十人 乌靴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立位人乌烈 亚帅亚 约尔 世玛雅 以列 亚米拿达招来 对他们说 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 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节 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 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他刑罚我们 于是祭司立位人自节 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 立位子孙就用杠 兼抬神的约柜 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 用琴瑟和博作乐 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于是立位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 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萨 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亚的儿子以探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 遍 雅学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比拿亚 马西亚 马塔提亚 以利斐利户 弥克尼亚 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 这样派歌唱的西曼 亚萨 以探 敲铜箔大发响声 派撒加利亚 雅学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马西亚 比拿亚 古瑟 调用女音 又派马塔提亚 以利斐利户 弥克尼亚 俄别以东 耶利 亚萨西亚 领手弹琴 调用第八 利卫人的族长基拿尼亚 是歌唱人的首领 又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比利加 以利加拿 是约贵前守门的 祭司士巴尼 约沙法 拿坦业 亚马赛 撒加利亚 比拿亚 以利以谢 在神的约贵前吹号 俄别以东和耶西亚 也是约贵前守门的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 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 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 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贵的利卫人 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大卫和抬约贵的利卫人 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脚 吹号 敍伯 鼓塞 弹琴 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贵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历代至上第十六章 众人将神的约贵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墓里 就在神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凡祭和平安祭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大卫派几个立位人在耶和华的约贵前 侍奉 颂扬 称谢 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为首的是亚萨 其次是撒加利亚 亚靴 士米拉末 耶歇 马他提亚 以利亚 比拿亚 俄别以东 耶利 古色弹琴 唯有亚萨敲伯 大发响声 祭司比拿亚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贵前吹号 那日 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称颂耶和华 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歧视 并他口中的叛语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 直到前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又将这约 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 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你们人丁有限 数目稀少 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游到那帮 从这国行到那国 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人在列邦中说 耶和华作王了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林中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应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 使我们脱离外邦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从亘古直到永远 是应当称颂的 众民都说 阿门 并且赞美耶和华 大华 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 在约会前常常侍奉耶和华 一日尽一日的职份 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 与耶都顿的儿子俄别以东 并和萨做守门的 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重祭司 在鸡变的秋坛 耶和华的帐幕前 凡祭坛上 每日早晚 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传给耶和华献凡祭 与他们一同被派的 有西曼 耶都顿 和其余被选 名字录在册上的 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西曼 耶都顿 同着他们吹号 敲拨 大发响声 并用别的乐器 随着歌颂神 耶都顿的子孙 做守门的 于是 众民各归各家 大卫也回去 为家眷祝福 历代至上 第十七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 对先知拿丹说 看哪 我住在香柏幕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 返在曼子里 拿丹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神与你同在 当夜 神的话 临到拿丹 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 耶和卫 一和华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 殿宇 给我居住 自从我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乃从这会墓 到那会墓 从这帐墓 到那帐墓 凡我同以色列人 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的 一个适师 就是我吩咐 牧羊我民的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 香柏幕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 仆人大卫 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他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 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出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逝师 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余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 他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拿丹就按这一切话 照着末世 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神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神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 置于久远 耶和华神啊 你看顾我 好像看顾高贵的人 你家于仆人的尊荣 我还有何言可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耶和华呀 你行了这大事 并且显明出来 是因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照你的心意 耶和华呀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再无神 世上有何民 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 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 行大而可费的事 驱逐列邦人 显出你的大名 你是以色列人 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 也做他们的神 耶和华呀 你所应许仆人 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你的名 永远坚立 被尊为大 说 万军之耶和华 是以色列的神 是治理 以色列的神 这样 你仆人大位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我的神啊 因你 启示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仆人大胆 在你面前祈祷 耶和华呀 唯有你是神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 赐给仆人 现在你喜悦 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耶和华呀 你已经赐福 还要赐福到永远 历代至上 第十八章 此后 大卫攻打 非力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 夺取了 加特 和属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 摩押 摩押人 就归服大卫 给他进贡 索巴王 哈大利谢 往伯拉河去 要坚定 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直到哈马 夺了他的战车 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 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色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巴王 哈大利谢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 二万二千 于是 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 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 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拔和军二城中 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索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书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 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 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 摩亚 雅门 菲利士 雅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 西路亚的儿子雅比筛 在沿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附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突的儿子撒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 沙威沙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历代至上第十九章 此后亚门人的王拿霞死了 他儿子接许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霞 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使者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见哈嫩要安慰他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仆来见你 不是为详查窥探 清赋这地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 剔取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 拿一千他连的银子 从米索波大米 亚兰马加 索巴 顾战车和马兵 于是顾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和马加王并趴的军兵 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 聚集交战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压 捅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前摆阵 所来的诸王 另在郊野摆阵 约压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压对亚比筛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约压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 亚梅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压的兄弟亚比山面前逃跑进城 约压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哈达利谢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 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 大魏即摆阵攻击亚兰人 亚兰人就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魏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人四万步兵 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硕法 属哈达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大魏和好归附他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历代至上第二十章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约压率领军兵毁坏亚兰人的地围攻拉巴 大魏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压攻打拉巴将成亲父 大魏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 其上的金色重一塌连德 又欠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带在大魏头上 大魏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放在巨下或铁拔下或铁府下 大魏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大魏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基塞与非利式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系派 非利式人就被制服了 又与非利式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 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基轴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 大魏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魏和他仆人的手下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一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魏数点他们 大魏就吩咐约亚和民中的首领说 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 从别士巴直到旦 回来告诉我 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亚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 我主我王啊 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 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 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 约亚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 回到耶路撒冷 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魏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一百一十万 犹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万 唯有立位人和汴亚敏人没有数在其中 因为约亚厌恶王的这命令 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 便降灾给以色列人 大魏祷告神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耶和华吩咐大魏的先见迦德说 你去告诉大魏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样灾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降于你 于是迦德来见大魏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可以随意选择 或三年的饥荒 或败在你敌人面前 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 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 就是三日的瘟疫 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 施行毁灭 现在你要想一想 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魏对迦德说 我胜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 刚要灭的时候 耶和华看见后悔 就不降着灾了 吩咐灭城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那时 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那里 大魏举目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伸在耶路撒冷椅上 大魏和长老都身穿麻衣 面浮于地 大魏祷告神说 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耶和华我神的手 攻击我和我的富家 不要攻击你的民 将瘟疫于他们 耶和华的使者 吩咐迦德去告诉大魏 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上 为耶和华 住一座坛 大魏就照着迦德 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 上去了 那时阿尔兰正打麦子 回头看见天使 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 大魏到了阿尔兰那里 阿尔兰看见大魏 就从河场上出去 脸浮于地 向他下拜 大魏对阿尔兰说 你将这河场 与香莲之地卖给我 我必给你足价 我好在旗上 为耶和华住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阿尔兰对大魏说 你可以用这河场 愿我主我王 照你所喜悦的去行 我也将牛给你做繁祭 把打凉的器具当柴烧 拿麦子做宿祭 这些我都送给你 大魏王对阿尔兰说 不然 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 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 也不用白德之物献为繁祭 于是大魏为那块地 平了六百社克勒金子 给阿尔兰 大魏在那里 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献繁祭和平安祭 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使火从天降在繁祭坛上 耶和华吩咐使者 他就收到入窍 那时大魏建耶和华 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上应允了他 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木和繁祭坛 都在积变的高处 只是大魏不敢前去求问神 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 大魏说 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繁祭的坛 历代至上第二十二章 大魏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 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 要建造神的殿 大魏预备许多铁 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撑 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 给大魏运了许多香柏木来 大魏说 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羽 必须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 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 于是大魏在为死之先 预备的材料甚多 大魏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嘱咐他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建造殿羽 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殿羽 只是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慷慨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 跑治理以色列国 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我在困难之中 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塔连德 银子一百万塔连德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将人 就是石将木将 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将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魏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 帮助他儿子所罗门 说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 交在我手中 这地就在耶和华 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也当起来 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贵和供奉神的圣器民 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造的殿里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三章 大魏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大魏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 立位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南丁的树木共有三万八千 其中有二万四千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 有六千人做官长和士师 有四千人做守门的 又有四千人用大魏所做的乐器送赞耶和华 大魏将立位人格顺 戈、戈、戈、米拉利的子孙分了半次 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士美 拉旦的长子是耶歇 还有西坦和约尔共三人 士美的儿子是士罗密、哈薛、哈兰三人 这是拉旦族的族长 士美的儿子是亚哈、戏拿、耶乌施、比利亚共四人 亚哈是长子、戏撒是次子 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算为一族 戈侠的儿子是 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靴共四人 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至圣的物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 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之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是西布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 以斯哈的长子是士罗密 西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 四子是亚玛利亚 三子是亚哈西 四子是耶加面 乌靴的长子是米加 四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母士 莫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 以利亚撒死了 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 共三人 以上利为子孙做族长的 照着南丁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 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 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利为人不必再抬账目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 利为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 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 捷径一切圣物 就是办神殿的事物 并管理陈设柄、素季的细面或五角薄柄 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 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 每日早晚战力称谢赞美耶和华 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 按数照例将凡记常常献给耶和华 又看守会幕和圣所 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 反耶和华殿的事 历代至上第二十四章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赋、伊利亚撒、 伊他玛 拿达、雅比赋死在他们父亲之间 没有留下儿子 故此伊利亚撒、伊他玛 共祭司的职份 伊利亚撒的子孙撒都 和伊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 同着大魏将他们的足弟兄分成班次 伊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 比伊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 伊利亚撒的子孙中有十六个族长 伊他玛的子孙中有八个族长 都彻千分立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 有伊利亚撒的子孙 也有伊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立位人拿坦业的儿子 士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 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并祭司立位人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伊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 在伊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 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雅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民 第七是帕哥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时 第十二是雅金 第十三是湖巴 第十四是耶税比亚 第十五是毕迦 第十六是阴脉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比西 第十九是皮塔西亚 第二十是以西节 第二十一是雅金 第二十二是迦牧 第二十三是蒂莱雅 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物 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 暗南的子孙里有舒巴耶 舒巴耶的子孙里有耶稀迪亚 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以色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 士罗摩的子孙里有雅哈 西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 四子亚马利亚 三子雅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子孙里有米加 米加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加的兄弟是伊士亚 伊士亚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士 雅西亚 雅西亚的儿子有比诺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雅西亚的儿子比诺 朔寒 撒克 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撒 伊利亚撒没有儿子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 以德 耶利摩 按着宗族 这都是立位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 并亚西米勒 与祭司立位人的族长面前撤迁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 历代至上 第二十五章 大卫和众首领分派雅萨 西曼 并耶度顿的子孙 弹琴 古色 敲伯 唱歌 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 雅萨的儿子撒克 约瑟 尼泰亚 雅萨利拉 都归雅萨指教尊王的旨意唱歌 耶度顿的儿子基大利 西利 耶山雅 哈沙比亚 马他提亚 世美共六人 都归他们父亲耶度顿指教 弹琴 唱歌 称谢 颂赞耶和华 西曼的儿子 布基亚 马探亚 乌靴 细布业 耶利摩 哈拿尼亚 哈拿尼 以利亚他 基大利提 罗曼提以谢 约施比加沙 马罗提 和提 马哈秀 这都是西曼的儿子 吹脚送赞 西曼奉神之命 做王的贤贱 神赐给西曼 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归他们父亲指教 在耶和华的殿唱歌 敲拨 弹琴 鼓塞 扮神殿的事物 亚萨 耶路顿 西曼 都是王所命定的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送赞耶和华 闪于歌唱的 这些人 这些人 无论大小 为师的 为徒的 都一同撤迁 分了班次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 亚萨的儿子 约瑟 第二是基大利 他和他弟兄 并儿子 共十二人 第三是撒克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四是 伊喜利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五是 尼泰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六是 布基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七是 耶撒利拉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八是 耶撒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九是 马探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是 世美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一是 亚萨烈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二是 哈萨比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三是 舒巴耶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四是 马塔提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五是 耶利摩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六是 哈拿尼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七是 约施比加沙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八是 哈拿尼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九是 马罗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是 以利亚他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一是 和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二是 基大利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三是 马哈秀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四是 罗曼提亦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历代至上 第二十六章 守门的班次 记在下面 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 有可立的儿子 米什利米亚 米什利米亚的长子 是撒加利亚 次子是耶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耶提涅 五子是以兰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俄别以东的长子 是士玛雅 四子是约萨巴 三子是约雅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叶 六子是雅米利 七子是以萨迦 八子是皮乌利太 因为神赐福于 俄别以东 他的儿子 士玛雅 有几个儿子 都是大能的壮士 掌管父亲的家 士玛雅的儿子是 俄德尼 利法义 俄贝德 以利萨巴 以利萨巴的弟兄是壮士 还有以利护和西玛加 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 俄别以东的子孙 共六十二人 米什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都是壮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子孙 和萨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申利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 四子是希勒家 三子是底巴利亚 四子是撒加利亚 和萨的儿子并弟兄共十三人 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 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共职 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手各门 撤迁守东门的是 适利米亚 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 撤迁守北门 俄别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库房 书聘与和萨守西门 在靠近沙利基门 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 班与班相对 每日东门有六个立位人 北门有四个 南门有四个 库房有两个 又有两个轮班替换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个 在游廊上有两个 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 立位子孙中有雅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 格顺族拉旦子孙里做组长的 是格顺族拉旦的子孙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和他兄弟约尔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府库 岸兰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谢族也有职份 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西布叶掌管府库 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筛亚 耶筛亚的儿子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是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是士罗密 这士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 就是大魏王和众族长 亲夫长 百夫长 并军长 所分别为圣的物 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 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 先见撒末尔 基氏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齐鲁亚的儿子约亚 所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士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 以色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 做官长和士师 管理以色列的外事 西伯伦族有哈沙比亚和他弟兄 一千七百人都是壮士 在约旦和西 以色列地办理 耶和华与王的事 西伯伦族中 有耶利亚做族长 大魏做王 第四十年 在激烈的雅蟹 从这族中 寻得大能的勇士 耶利亚的弟兄 有二千七百人 都是壮士 且做族长 大魏王派他们在流遍之派 迦德之派 马拿西半之派中 办理神和王的事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七章 以色列人的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和官长 都分定班次 每班是二万四千人 周年按月轮流 替换出入 服侍王 正月第一班的班长 是撒巴蒂叶的儿子 亚硕班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的子孙 同管正月班的一切君长 二月的班长 是亚哈西人朵黛 还有副官密基罗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班长 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班长 是伊斯拉人 山河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班长 是提格亚人 一级的儿子 以拉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 比伦人 西利斯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 护杀人 西比盖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 是汴亚敏族 亚拿突人 雅比以谢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 尼陀法人 马哈来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 比拉顿人 比拿雅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 是俄图涅族 尼陀法人 黑代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管理以色列众志派的记在下面 管流遍人的是系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 管西缅人的是马家的儿子士伐提亚 管利未人的是基姆利的儿子哈沙比亚 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 管犹大人的是大魏的一个哥哥以利护 管以撒加人的是米加勒的儿子安利 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蒂亚的儿子伊施玛亚 管拿福塔利人的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 管以法连人的是阿萨西亚的儿子何西亚 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皮大亚的儿子曰尔 管基列地马拿西纳半支派的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伊多 管汴亚敏人的是亚尼尔的儿子亚西叶 管弹人的是耶罗汉的儿子亚萨列 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内的大魏没有记齐树木 因耶和华曾应许说 比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 西鲁亚的儿子曰亚动手数点 当时耶和华的列怒临到以色列人 因此没有点完 树木也没有写在大魏王记上 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迭的儿子亚斯玛威 掌管田野城邑村庄保障之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约纳丹 掌管耕田种地的是基律的儿子以色列 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士美 掌管葡萄园酒窍的是石浮米人萨巴迪 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是基地利人巴勒哈南 掌管游库的是约阿施 掌管沙伦木放牛群的是沙伦人施提赖 掌管山谷木养牛群的是亚迭赖的儿子沙法 掌管陀群的是以色玛利人阿比勒 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 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亚西 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 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 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 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众子的师父 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 亚迪人护筛做王的陪伴 亚西多福之后 由比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 接续他做谋士 约压做王的元帅 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 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 与千夫长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 并太监 以及大能的勇士 都到耶路撒冷来 大卫王就站起来 说 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 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 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作为我神的脚凳 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只是神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 然而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我 做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因他拣选 犹大为首领 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 在我父的重子里 喜悦我 立我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 在我儿子中 拣选所罗门 做耶和华的国位 治理以色列人 耶和华对我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建造我的殿和愿宇 因为我拣选他 做我的子 我也必做他的父 他若恒久遵行 我的诫命典章 如今日一样 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 迟到永远 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 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 我们的神也听见了 你们应当寻求 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为业 我儿所罗门啊 你当认识耶和华 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他检查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你当谨慎 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 作为圣所 你当刚强去行 大魏将殿的游廊 旁屋 府库 楼房 内殿 和施恩所的样式 只是他儿子所罗门 又将被灵感动 所得的样式 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 周围的房屋 殿的府库 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 都只是他 又只是他 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 并耶和华殿里 一切器皿的样式 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 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 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 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 轻重各都合一 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 银桌子的分量 金金的肉叉子 盘子和绝的分量 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 金金相谈的分量 并用金子做基禄帛 基禄帛张开翅膀 遮掩耶和华的约柜 大卫说 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 你当刚强壮胆去行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 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 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 又有灵巧的人 在各样的工作上 乐意帮助你 并有众首领和众民 一心听从你的命令 历代至上第29章 大卫王对惠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 还年幼娇嫩 这功成甚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 彩石和一切的宝石 并许多汉白玉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神的殿 就是额匪金三千塔连德 精炼的银子七千塔连德 以贴殿墙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千夫长百夫长 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 他们为神殿的使用 献上金子五千塔连德 领一万达利克 银子一万塔连德 铜一万八千塔连德 铁十万塔连德 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 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魏王也大大欢喜 所以大魏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 说 耶和华 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耶和华呀 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至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 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 我的民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履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 不能长存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名建造电雨 都是从你而来 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查验人心 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物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 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耶和华 我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使你的民 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又求你赐我儿子 所罗门诚实的心 遵守你的命令 法度律例 成就这一切的事 用我所预备的建造电雨 大魏对全会众说 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 会众称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低头拜耶和华与王 次日 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梵祭 就是献公牛一千只 公棉羊一千只 羊羊羔一千只 并同献的殿祭 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 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 大大欢乐 他们奉耶和华的命 再告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做王 又告撒都做祭司 于是 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 接续他父亲大魏做王 万事亨通 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 众首领和勇士 并大魏王的众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 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甚为尊大 极其威严 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耶稀的儿子大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做王共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他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尊荣 就死了 他儿子所罗门 接续他做王 大魏王始终的事 都写在先见撒摩尔的书上 和先知拿丹 并先见迦德的书上 他的国事和他的永利 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 都写在这书上